台北市幼儿园狼狮案持续延烧 讲万安挡不住负面声浪 首度职工道歉 先方法庭准了暂时承认 包含藐视国会反质询等六大项 确定暂停六个月 传谱提名演说诉诸感性 反观拜登却面临更大的劝退声浪 传出这个周末就要给答案 欢迎加入调查报告 我是黄盛凯 我们俗话常说 道歉有用的话还需要警察吗 但是很多的民众都在等这个人道歉 台北市场展望案 面对新一区幼儿园的狼狮性侵案 从爆发到现在第九天 终于在今天首度鞠躬道歉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在今天临时召开记者会 他坦言确实有改善空间 我身为台北市长 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 致上歉意 宣声义鞠躬严肃道歉 因为北市幼儿园狼狮案 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几乎人神共愤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台北市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 都是我的责任 我都必须承担 我也应该用尽全力来弥补 事后不破网也无法修复孩子破碎的心 事发在柯文哲任内 前任市府也无法推卸责任 一周过去了 柯文哲也终于打破沉默 一早抢在讲晚安之前 临时加开记者会 表情相当沉重 不只是因为前一天家长心痛发生 北市府消极调查 互踢皮球 尤其北市教育局日前回应 万一小孩讲错 是不是误告 更是彻底引爆 家长怒火 教育局火速道歉 人无法止血 加上教育局长因公出差 IP神隐 种种处理过程都让北市府 承受舆论压力 尽管案发在柯市府任内 最后人选择一肩扛 检讨在检讨 没接触孩子 谁的错 势必得找出原因 解释文中部导 好 我们刚听到前台北市市长 柯文哲 他说如果可以重来的话 要怎么做比较好 但这种事情可以重来吗 也难怪这一次台北市政府 会被说态度太消极 因为早在2022年 当时狼狮性侵案 就已经有报案 还包含台北市教育局 这几天他居然说 如果是受害孩童 讲错的话 那不就是误告吗 这样的一个言论 就被指一是在谢泽 同时报案家长也说 他们到现在都得不到 完整的调查报告 那现在还有一个案外案 民进党的议员踢爆 国民党立委徐草新 当初帮忙召开协调会 但是立场却一直站在 狼狮幼儿园的那一边 对此徐草新今天发布四点声明 一一驳持 孩子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痕 身为父母的我们 也永远带着歉意自责 强忍悲痛替受害家长发声 家长指控甚至连调查报告 都拿不到 教育局秀出完整纸本调查报告 强调约防等能做的行政程序 都已完备 但碍于法规 含有全部各自的调查报告 不能给 强调绝不是消极作为 包含监视器也是因为进入司法程序 能提供的画面有限 被市府一一拆弹 却没想到还有案外案 去年八月 徐草新和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开协调会 却遭民进党议员洪建议踢报 原本是在幼儿园召开 后来是在家长反弹后 才改在议会 第一次开会通知的内容 最下面的备注是说 今天的不实媒体报告 原方不排除提告 会走司法程序 那所以欢迎家长来了解 这个意味着家长认为说 徐晓星的态度是支持 要帮原方说明 所谓不实新闻内容 是由原方篡改了 我方的会议通知之后 在群组里面发送的 所以我们也告知对方 请勿再这么做 洪建议还加码指控 连律师都站在原方那边 律师是站在原方的立场 去说明监视器没有录影带 看不到监视器过期不见 是这样的话语 让民众整个大翻脸 我们请的律师 都是让家长咨询问到保 那给予最大的法律的帮忙 来协助 他本身跟原方也不认识 幼儿园风波从市府到明代 时序延烧 进行黄轩市右伟蔡成佑采访报道 好我们就来看到这一起台北市新一区的 幼儿园性侵案冲击有多大 画面上您看到是大数据的统计 从七月十号静周刊的报道 一直到七月十七号 短短的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 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负面声量 也就是您看到红色的这个部分 已经冲破了两千则 将近占了全部的一半 那蒋万安在第一时间他强调 性侵案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上任 不过他现在的负面声量 却是比前任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多了5.6倍 同时也是前台北副市长 黄珊珊的4.4倍 所以蒋万安的这个 还没有上任的解释 看起来民众是不买单的 那或许蒋万安也意识到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好解决 我们就观察到这几天 蒋万安的发言出现了一点端倪 包含今天上午出现这个画面 他首度鞠躬道歉 表示他会为任何受害的台北孩子来负责 但是这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因为在这之前 不管各界把矛头 如何去质疑台北市的教育局 但是蒋万安的回应都只是 相关单位都会有回复 同时还把矛头指向中央 希望中央可以针对幼儿园的性侵事件 到底可不可以在媒体上公开 公开狼尸的姓名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儿校法69条 希望中央可以有具体的表态 所以这就给外界一种感觉 好像第一时间 蒋万安是在推锅 包含推给了前台北市府 柯市府还推给了中央 但是在今天却公开道歉 那这期间的转变除了是 舆论的压力之外 还有哪一些原因呢 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两段的发言 教育局就是那一天是在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有说明到111年7月 那时候的背景脉弱现状况 因为在回复的时候 就是有一段这样的说明 但绝非是有直射小朋友 是会说谎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 那对于造成民众的观感不妥的部分 教育局特别感到非常抱歉 在此特地来做澄清不好意思 我们确实发现台北市政府 在程序跟调查上 有很多应该做但没有做的部分 这个不足以提列立案 最后你要有个结案被查 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长说 他们一直提不到 得不到这件事情 调查的一个过程 好刚刚这两段的说法 其实就凸显出展望 他态度转变可能的原因 包含了台北市的赵益局 他说小孩可能会诬告 引爆了民怨出面道歉 另外赵益部也认为 台北市确实是有疏失 民众党在昨天也坦诚 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新闻也看到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今天也说 当时检调有介入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不起诉 他也怕幼儿案件 如果公开大张旗鼓的话 会引起恐慌 所以说到底 是真的有失职 还是因为在幼儿的议题上 拿捏比较困难呢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这一起幼儿园的狼狮事件 已经烧的每一个县市 他的皮都绷得很紧 我们就带您看到 屏东这一家知名的补习班 负责人卷入了性侵案 在四月被起诉 五月的时候教育处废止了 补习班的立案时刻 没有想到 这一家补习班居然还在继续招生 那可能也因为最近台北市幼儿园的事件 烧得太旺 当地的屏东县府主动公布补习班的名称 还有负责人的照片 同时在今天 拆除了补习班的招牌 看起来动作非常的积极 但是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工程人员搭上吊车 慢慢靠近补习班长条招牌 先用人工拆除零件 再把整块招牌吊挂下来 一旁还有屏东县府人员盯场 原来这件补习班不是自己歇业 而是县府寄出铁腕 来拆招牌强制停业 因为补习班负责人涉嫌性侵被起诉 今年五月就被公告 废止补习班立案许可 但到了七月还继续对外招牌 近日跟接获检举在招牌 本府依补习及进修教育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严格执行 没收广告刊版 不到一小时完成拆除作业 屏东县府七月十二号 已经先依补习及进修教育法 罚负责人二十五万元 担心不知情的家长及学生 悟信他是合法立案补习班 因此十九号在派人拆除招牌 已决后患 二零二年三月 屏东县府接获台北市社会局 通报性侵案件 隔年一月完成调查 雄简今年四月起诉 县府教育处五月 废止补习班立案证书 但直到七月补习班召开不误 甚至在传出负责人 有涉性贫案件 脸书上则PO声明 表示诸多内容不实 但因为进入司法程序 不方便透露 同时感谢信任他们的学生 及家长 台北市幼儿园狼事案延烧 台北市长蒋万安 成为众矢之地 贫通县府公布 涉入性侵案件的补习班名称 设置是负责人照片 快速出手 不希望效应再扩大 进行文综合报道 好 再来继续看到 从今对着镜头高喊 司法迫害 那现在却在法庭打悲情牌 假设你真的觉得 自己没做错的话 那今天怎么不喊一下司法迫害呢 画面上您看到这一位是 国民党三年八议员 陈崇文 他今天跟妻子一同被北检起诉 陈崇文开庭现身的时候 他打出了悲情牌 表示他感染了蜂窝性组织炎 希望可以获得交保 但这一招没有用 法官裁定序压 一拳一拨跟着队伍往前走 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搭乘球车 再度来到北检 因为罹患蜂窝性组织炎 行动似乎有些不便 遭报涉及台志光收贿 毕案 陈崇文遭羁押看守所 已经四个多月 尽管穿着宽松球服 还是明显看得出来 圆滚滚肚子削了下去 提醒削了好几号 也变得暗淡无光 对比过去站在直询台 疫情风发模样实在差很大 19号检方针结将他起诉 接押亭也才定序压 过去警钉市府监视器预算案 如今却涉嫌收贿 监方查出陈崇文利用 职权施压市政单位 处立台志光取得标案 陈崇文与相关厂商等妻人 都被起诉 就连昔日获得两百万交保的妻子 都在起诉名单内 陈崇文和百姓妻子 同时被查出 不涉及公司资本不实 卫造文书及侵占公款等罪 因为陈崇文不仅是台北市 三连八议员 也是力气云端国亨等多家公司 实际负责人 而百姓妻子涉嫌私下 卫造挂名负责人的签名 制作假的股东同意书 向台北市政府办理股东增资转让 又听从陈崇文的指示 侵占款向谋取不法利益 陈崇文接受调查时不断狡辩 接着陈崇文就找了朋友成立公司 包下了这个采购案 不法获利超过三百二十一万 曾高喊司法迫害 但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如今被检方认定 涉嫌施压台北市社会局 租用台志光网络服务 在成立公司承接采购案 涉嫌贪污罪嫌重大 而他的犯罪手法也跟着曝光 据了解北市府 2011年与台志光签约 光纤网络委外建设案 台志光负责建设商关设备 并享二十五年经营权 陈崇文发现有利可图 便在二零二三年利用市议员 职权咨询施压干涉社会局 对公托中心监视器系统 云端建制案 使社会局决定委托台志光 办理光纤BOT案架构 而陈崇文同时找来康力奇 一起成立公司 对方挂名负责人 自己却是实职负责人 这件台志光采购案件 出面接单再发包给康力奇 独资经营公司成为供应商 陈崇文知道康力奇 具有监视器系统方面专业 从与台志光直接业务往来中 获取利润图得高达 三百二十一万多元 如今火人都被起诉 北市府也被要求 应尽早跟台志光解约 对此台北市社会局也回应 援托台志光进行检职案公称 但随着事件爆发 目前暂时没有签约 而台志光弊案持续延烧 至于陈崇文等人涉及的北市警局监视器 专用传输网络费率弹污案等 北检野令案侦办中 要继续追查他的涉案程度 既新闻黄玉廷 吕依林采访报道 好 再来这道理是除来的正义 还是国民党说的司法已死呢 宪法法庭今天针对国会职权 相关修法做出了暂时处分裁准 包含了藐视国会罪 总统国情报告等等 都必须要暂停实施六个月 总统府的声明表示尊重 希望可以尽早厘清有争议的条文 那国民党这一边 虽然在准备停的时候 他们说会接受所有的宪法法庭结果 但是今天却怒轰司法已死 而他们的理由也蛮多的 在准备程序停的时候 他们说当天准备时间太少 完全睡不饱 还说人数上有优势跟不劣的地方 那今天又在魔律大法官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法 执政团队四件齐发申请暂时处分 十号准备程序落幕之后 十九日结果出炉了 国会职权以及刑法修法中 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藐视国会罪人事同意权听证部分条文 以及包括超私弹在内的调查委员会 及专案小组部分暂时处分接裁准 因此必须暂停施行 对此总统府表示尊重 对于有违宪疑虑的法律条文 判早日厘清争议 行政院第一时间回应 院长竹龙泰对于捍卫宪秀秩序的决议 表示敬佩 也证实立法院修法的确造成 难以回复的重大损害 更强调行政院从来没有回避监督 接下来的诉讼更会继续争取认同 除了来因不能接受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也表示遗憾 但是不令人意外 直呼不服要件的暂时处分准了 让人无法理解 但他一定尊重宪法法庭的裁定 这些争议的条文确实都涉及了有违宪的疑虑 我们也呼吁在野党 停止对于大法官情绪性的诋毁 国家只有一部宪法 我们都要尊重宪法的精神 蓝白跳脚 民进党也不敢高兴的太早 因为真正的战役还在后头 8月6日言辞辩论庭将登场 预计在掀起一阵大浪 继续林蔡神佑采报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一次宪法法庭 针对蓝白推动的国会职权修法 或者他们说的国会改革 做出了证实处分裁准 我们讲白一点就是 这个国会职权修法虽然已经三读 虽然已经上路了 但是因为有疑虑 所以必须要暂停六个月 那大法官做出这样的裁定 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 针对总统的国情报告急问急答 大法官认为 这已经超越了立法院的职权范围 那反职权的部分 也有破坏各个机关的平衡性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现政僵局 影响到行政院长跟总统的人事提名前 再来这一次的修法 也包含了立法院要如何行使调查权 本来国民党跟民众党主张 为了调查有争议的案件 他们可以要求相关的人提供文件资料 或者是到国会来作证 那大法官认为 这里面可能会牵扯到重要的资讯或是机密 是有违宪的疑虑 另外你直接把社会上的一般人士 找来国会参加听证会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侵害到他们的隐私权 或者是财产权呢 最后大家也非常关注的 藐视国会罪 因为相关的规定 包含我们刚刚看到的反质询 都已经被暂停处分 所以这一项也一并暂停 防止有人会受到重大损害 我们看完今天的政治焦点 再来看到民生的议题 有人在网购美食居然引发了消费纠纷 桃园这一名男子呢 在脸书看到有三万人追踪的海鲜卖家 在卖生鱼片 那广告说是有三十片一盒的黑鲑鱼 实际收到之后却只有二十片 让他觉得少了三分之一 那这个店家本来说会负责到底 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一个月到现在 对方还是已读不回 师傅将新鲜黑鲑鱼切成片状 不少人就爱这一位 有民众无法亲自去到餐厅品尝生鱼片 选择网络下单 却换来一肚子气 快递把生鱼片送上门 但是顾客打开一看 却是相当失望 因为数量跟想象中有落差 实际逼一笔业者官网上提供黑鲑鱼生鱼片 一盒三十片两百元 但是消费者拿到却大约只有二十片 数量少了三分之一 业者事后还不断解释是工厂切错了 强调重量都是一百五十克 只是切成十八到二十一片 但是菜单上明明没有著名 功课数只有强调一盒有几片 对于生鲜食品 业者在网站上面的图文 要能够跟实际的商品相符 如果有发现不符的情形 会涉及到消保法上的资讯揭露不死 那切经营者必须要负担 民法上的瑕疵担保证 海鲜网站上有三万多名粉丝支持 不仅生鱼片食品和照片有落差 投诉人员指控定供花枝品项 结果却是送来瞎子 实际致电业者对方不回应 消保官呼吁为了避免网购产品争议 消费者收到货时可以拍照录影存证 以保障自身权益 这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看 在台湾的失智人口逐年增加 而且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光是在两年前 2022年底就已经有失智的人口达到 32万人 占台湾的总人口 1.37的百分比 失智其实不单只是你望东望西而已 它同时还牵扯到失能 所以它需要更多元的专业服务 那以前呢不要讲说有专业的多元服务 很多的人他一个服务都没有用过 所以为了要感谢这样的问题 卫福部在去年就全部改由A单位的各管师来负责 不过在实际上却造成资源中断的问题 甚至还让人力越来越吃紧 这到底有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则专题报道 好 请进 来 今天来看看阿公 好 爸爸 这是什么人 阿公你好 半年前接手服务失智的余爷爷 不是打电话薛寒问暖 就是亲自上门解决疑难杂症 他是常召A个案管理师陈庆怡 角色如同长照2.0顾问 这是这样跳吗 怎么跳 两手都要 会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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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在做运动吗 爷爷今年96岁 除了重厅走路不太方便 身体都适应了 三年前开始退化 确诊失智症 全家陷入混乱 惊慌失措 这是儿子对吧 这个是你好心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吗 不是 对 对 最近爷爷出现妄想幻觉 好在A个管师伸援手关怀 偶尔他就不定期说他坐着底下有猫咪 像碰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在回诊的时候会特别再跟医生说明 有有有 所以等于说像之前您有 我们都每次都有什么需求的话 我都会透过陈小姐 比如说交通车的部分 申请喘息的 还有一些像申请这个扶具 长照2.0有ABC三级 A管理师针对个案照顾辅导 量身打造专属的服务计划 提供各种资讯协助 甚至串联起其他各单位 让家属面对失智 不再是护军奋战 我们就是一个媒介者 我就是在评估的时候 知道这个家庭 他定期有看医生的需求 那我媒介好了这些单位 如果他今天有 有障碍空间的一个规划 那我会派给扶具中心 一周两到三次找专人来 服务照顾陪伴96岁的妈妈 女儿才能暂时获得 喘息 这几年失智妈妈 出现越来越多重复行为 时不时就要去厕所 或是找女儿 令她困扰不堪 才刚刚上 刚刚上完 然后枕头又要去 失智就这样 还很拧我 有时候像说 礼拜二他们带她去学堂 做护抗巴士 也是一直在叫我 真的是压力蛮大 而且她不止这个 前几年妈妈在家 还会随处小便 一连串失序 被热照中心退货 女儿拦起照顾责任 但忽略自己焦虑 忧郁的感受也病了 有时候晚上睡觉 她也会这样摸一摸 还要帮我盖背 可能我这样 压力也蛮大的 后来我就会找 那个照顾协会 我就自己觉得说不行 我这样子不行 真的有时候 花旗批净 真的没有办法克制 我有时候会真的会 揍下去 她得了躁育症 听了建议寻求长照居家 喘息服务 接住了她 母女迎来 久违的和平共处 74岁的白亚阿姨 孤家寡人 实至确诊后 供照中心一路陪伴着她 中心办讲座 开课程 她都跑第一 我们台湾有台湾的茶文化 所以当我们把 看到的东西 跟自己的生命经验 结合起来的话 就会更容易记住 这是记忆力的 一个小配方 跟故宫文物古画 结合的卡牌 刺激失智长辈 脑力激荡 重新学习记忆的方法 这是供照中心 自掏腰包的服务 而全台像这样的 供照中心 有115处 多游医院成立 协助就医诊断 医疗照护 陪伴照顾者 给予医疗照护咨询 转介追踪 失智共照各管师 今年是叫失智症专业人员 那这一块比较多是 我们是在医疗端协助 民众做 或者一次失智症患者 做到失智症确诊的服务 白老师请坐 白阿姨同时在A单位跟供照中心获得帮助 过去失智若同时失能 可以接受长照2.0A单位各管师 以及失智供照中心各管师双重服务 但卫福部发现 全台约有30万失智症患者 其中有一半 约14.8万人 未使用任何一项长照服务 约9万人有在设有供照中心的医院就医 但没使用供照资源 因此去年底实施分流新制 取消供照改以A单位负责 希望这些人能就近使用A个管 扩大照顾更多失智家庭 但目前A个管师平均一人 要负责150位个案 工作量庞大 需要陪伴的时间长久 这么一来根本吃不消 政府当然他希望说他不要有两个 就是都在做一样事情的人 那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可以更加重视到 供照中心他的功能 不只是跟长照这边一模一样 相较于失智个管而言 他确实是也很需要长照这一块资源 他应该是往分工 而不是直接就划分得很清楚 是说有你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你的这种感觉 何况实际状况是 有超过七成使用失智供照者 也同时使用长照服务 如今强迫二选一 限制又变多 资源等于变相缩水 现在的供照中心 收案条件是有变严格 以前的话他在医疗端那边评估说 他觉得家庭需要 这些生活上面的一些资讯 辅导这些等等的话 他就可以收案 目前的条件比较偏向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有照顾困难 你的照顾负荷已经很大了 我照顾者我快崩溃了 或者是说失智症患者本身 他的精神问题行为比较多 失智失能 两个案管理师训练跟专长 本来就不同 会不会为了增加服务涵盖率 反而失去服务品质 其实失智各管在医疗体系的资源 应该是会比较丰沛的 方说这个失智家庭 它在就医过程 或是困扰性的过程 之后可以很直接的 吸引着去跟医师去做沟通 但是这不是常到各管 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 真的非常的广泛 所以对我们来说 确实是有点吃力 既然是个各管员 他必须整个 不管是医疗的资源 还是社区的资源 还是福利的资源 他应该要走上要统筹 他不应该做切割 不过管他新制旧制 白阿姨也搞不太清楚 尽管不能再使用公照服务 亦有咨询需求 还是习惯找熟悉的各管时 那你也不可能直接跟他说 就不要联络我们结案了 结案不是说断就断的 那家属已经很信任你 他就还是会来电 对 那这个都是做自愿服务 不方便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其实人力是没有增加 但是我们要接受的案是更大的 今天星期几 你家里的日历上有看得到吗 这是要共同照顾各管师做功德吗 以结案的继续服务 A单位各管师更惨 师职专业不在他们的守备范围 却要扛起师职照顾重责 其实我们都有受训 但是我们的养成 专业养成之后 这个师职的课程 其实它是一个通试课 它没有办法就是很深入的 去完整的了解整个师职的脉络 对各管而言 师职个案跟师职家庭的部分 确实需要这么多元的咨询之下 真的是有一些压力存在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专精养成 那一天大概会给他几份蛋白质 有四份 有到四份 尤其师职症个案 光精神行为就百百种 走失 不愿就医 面对财务法律等问题 需家手 个案师及医师共同搭配 必要时调整药物或进行非药物协助 处理上需要高度专业性 我们自己的本身的案量也很大 然后针对比较细致又专业的东西 如果案家真的想问 我们不一定能够可以这么精准的回答 但他们也比较可惜的是 比较少针对就是失智症有太深入的 现行下当然有些相关的课程是让 A个管或造砖他们可以去上课 可是那课程上完毕竟他们接触的案量 没有像失智共照专门就是接触失智症患者跟家属 所以是有一些些落差的 失智失能 照护需求本来就不同 加上失智症有它的特殊性 更需要供照与长照两种不同专业的 照顾资源合作照护 可以订定出一个完整的机制 让A单位跟供照中心更知道 我们可以怎么一起合作 然后去促成更好的失智症照顾家庭 可以拥有更好的服务 当人力 量能 相关配套措施都尚未到位时 硬是把资源一刀两断 想扩大服务范围不成 恐怕只会让失智家庭 在这条需长期抗战的漫漫长路上 走得更艰辛磨人 美国宗老拜一丹的连任之路 从开局就不顺到现在 如今他又确诊新冠 到底会不会选到底 我们稍后一起来看 好 今天的台方季的第一颗台风恐怕就要出现了 就在今天晚上 南海的低压系统正式发展成热带新地区啊 预计最快可能在明天就会增强成台风 不过气象处强调 这个热带新地区啊 未来预计它的行进路线 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再来这位台湾的民众恐怕不太想看到他 因为呢 他可能是台股一片岛的元凶之一 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挺过了暗杀之后 果不其然 他要把这张暗杀牌打好打满 之前新任总统拜登曾经放话 只有上帝可以让他退选 今天川普他也提到了上帝 强调就是上帝拯救了他 那这样一个桥段是刻意安排的吗 川普在今天也正式在全代会上 接受提名 同时发表压轴演讲 全程讲了超过一个半小时 创下美国史上最长提名演说的记录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全代会压轴登场 宛如英雄献身 台下掌声没停过 不断用纯语向支持者表达感谢 川普诱饵依旧包着纱布 首先提到遭枪及当下的心情 直说是上帝救了他 背后大萤幕同步放上 子弹擦耳而过的照片 当天不幸殉职的一销 身前装备也被摆在舞台边 川普特别走上前线稳 大秀铁和柔情 让台下观众为之动容 不同于以往的激进亢奋 和死神擦肩而过后 川普收起狂妄个性 演讲主轴围绕全美大团结 如同先前预告 不再只着重骂拜登 但也不忘强调自己遭受政治迫害 川普抨击民主党执政不力 自己才是美国的希望 这场提名演说一讲就是92分钟 打破自己2016年讲了74分钟的记录 最后川普一家一同上台 大打亲情牌 争取更多选民认同 新新闻王杰赛琼玛报道 好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 川普今天的演说超过了一个半小时 当然他也要留点空间给台湾 不过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看到这两天台股跌得这么的惨 你一定都觉得川普你卖个共 你可不可以稍微不要再提到台湾 那今天川普到底怎么说呢 他强调全球现在就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两度提到台湾也面临着冲突风险 还放话 只要他当上总统 不管是中东乱局 乌克兰战争还是两岸的议题 他都可以结束 让全球恢复和平 不过实际上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完全没讲 前美国总统川普18号接受共和党提名 在宣教会上发表演说时 两度提及台湾 表示美国现在正面临国际危机 只要让他执政 就能避免乌俄战争 还有尾巴冲突 实际上川普执政时期 北韩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动不动就射飞弹 但川普卸任前的2019年 北韩就射了短程弹道飞弹 所以川普的主张并不完全正确 而他也勃忘在演讲中 大打经济牌 川普口中的500亿 是他在2019年和中国达成协议 但中国最终并没有对线这项承诺 其他关于美国经济 在川普的执政下 有多好多厉害的主张 也被事实查核认定 并不完全正确 川普是否真能靠和各国强人哥良好 实现世界和平 恐怕只有他知道 新新闻赵卫杰旅在韩报导 好 共和党全代会已经落幕了 我们接着要带你看到一些场外的花絮 包含是川普以外的焦点 昨天在川普的孙女登台演说 被认为这是要拉拢年轻的选民 那在今天 川普全家大小都现身 其中也包含了近期很少露脸的 前第一妇人梅兰尼亚 另外过去曾经支持欧巴马的摔角明星 在今天 他也现身力挺川普 还突然把衣服撕开 绣了他的肌肉 介绍影片拍成电影规格 美国前总统川普 美东时间18号晚上 登上共和党全代会舞台 发表压轴演说 会场澎湃程度 宛如英雄战场归来 各界焦点落在川普演说内容 但场边精彩花絮也很值得一看 其中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是这一位 全红套装搭配波浪秀发 难得公开露面的美国前第一夫人 梅兰尼亚荣光焕发 闪亮登场 一步一步慢慢走 梅兰尼亚走上VIP观众席 画面顿时歪楼变成皇后册封典礼 川普正式被提名 不止老婆现身支持 从长女伊凡卡夫妇 到二儿子艾瑞克一家人 川普全家大小几乎完整集合 成为另类家庭聚会 不过要说全代会上 谁最薄眼球 接下来这一位 身穿笔挺西装的壮汉 绝对能夺下冠军 一言不合就脱衣 现场氛围来到高潮 与川普交友将近三十五年的退休 摔角明星浩克霍根也帮川普站台 重现经典私一画面 逆挺好友竞选总统 共和党全代会正式落幕 但共和党人已经率先庆祝当选 川普度过英雄般待遇的四天后 真正的角逐之战才正要开大 进行为王家正黄品杰报道 所以我们说 这个川普真的不愧是商人 他脑袋动得非常的快 他在暗杀中死里逃生 现在就把这个经典的照片 直接印到了衣服上面 另外还出了鞋子 最贵的款式一双要价 新台币九千元 主打让川普的这个战斗精神 陪着你一起走路 果不其然一上架 马上就要卖光了 2019年蜘蛛人离家日电影 演员Tom Holland的经典台词 如今正好适合用在这里 满脸血迹握紧拳头 熟悉的这个画面阴魂不散 美国前总统川普躲过子弹 大喊Fight的一瞬间 意外成为时尚指标 把这份爱穿在身上已经不足为奇 川普旗下运动鞋网站 Get Trump Sneakers 竟然趁热推出系列商品 从握拳川普到经典台词 各种元素全都印到鞋子上 除了在页面标上有限数量 还告诉民众要买要快 因为这一双双走在时尚超前面的鞋子 就快卖光光 这些限量版鞋子 一双要加约200到300美元 等于新台币6500元到9800多元 支持着买的不只是商品 还有满满爱的信仰 如果这还不是真爱 那这本厚厚的绿色宝典 绝对能登上粉丝天花板 衣服 鞋子 食级 小孩才做选择 川粉全都要 支持者们对川普的爱 不再情话多说一点 而是商品多买一点 好不过对于台湾民众 最关心的当然是 现在川普跟范斯 他们胜选的机会这么大 那对于台湾的立场 到底怎么样呢 最近川普曾经批评 台湾抢走了美国晶片的生意 但是他的副手搭档范斯 却高度的说 美国是仰赖台湾的晶片 他对台湾的发言 看起来是比较友善的 曾经就有专家分析 川普跟范斯两个人 都是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 尽管川普最近提到 要台湾提高军费 或者是所谓的保护费 但也不代表 但是也不代表 川普他不挺台湾 全代会上并肩而坐 三不五十还交换意见 川普和他的搭档分析 看起来互动融洽 但是对台立场 或许有点不一样 川普不满台湾强走美国金片生意 对比之下范斯认为 正因为美国经济仰赖台湾 金片华府更应该协放台海 范斯眼中中国才是美国最大威胁 同时共和党内 从川普到他的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对于台湾国防预算比例 都认为还要再提高 要求台湾拉高军费 与支持台湾不代表就是火车对撞 川普看台湾有人说是商人角度 也有专家认为是务实分析 川普曾被爆料将中国比喻为 他在白宫的大型办公桌 而台湾仅是一支笔的笔尖大 但也是川普敢接起 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又对北京发起贸易战 拉高印太抗中地缘风向 台湾没有美国爸爸 也没有中国爷爷 我们守护的是台湾母亲 也是守护台湾人民的自由 民主的生活的模式 尽管美国政权交接期 难免掀起政治摆当 但抓紧台美共同利益大方向 或许就不怕台美关系走逆向 新组文件 黄虎宇 陈珍佳 采访报导 好 川普上不上台 不止台湾很关注 美国的政治媒体Politico 就用了一个字叫做 Trump Proof 如果观众朋友 你有在戴手表的话 你可以拿手表起来看一下 手表上面大多都会写Waterproof 指的就是防水的意思 所以Trump Proof 这个新创的字 它代表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要预防川普 要防止川普 像是今年 川普就曾经提过 如果北约的成员国 有人的国防军费 费用出的不够的话 那他就会放任俄罗斯 对他们为所欲为 那是要打仗吗 简单来说 现在美国的盟友都非常担心 川普如果一个心血来潮 可能大家都一起遭殃 所以包含了很多的欧洲外交官 都表示 他们正在努力提前打疫苗 就是要把川普可能上任之后 带来的冲击先降到最低 不然画面上我们看到 韩国它其实跟美国 有一项军事相关的协议 本来是在2025年才要到期 但是他们担心川普真的上任之后 很难沟通 很难搞 最后这个协议可能会破局 所以近期韩国就不断敦促美国 可以在大选之前赶快提前续约 另外北约现在有一项支援乌克兰的计划小组 到现在都是由美国负责指挥 但是在6月初的北约会议当中 他们就首度提案 希望把指挥权从美国转移到北约身上 其实就是在防止川普上任之后的 不可预测性 包含川普很有可能会直接退出北约 所以美国国会现在也提前打造防火墙 他们现在缺了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的话 美国的总统就不可以任意退出北约 那川普这样子不按牌理出牌的习惯 这两天台湾的感受当然非常强烈 台国联系两天都惨遭血洗 原因之一被认为跟川普他说 要跟台湾收比较高的军费 或者是保护费有关系 今天川普一上台发表演说 台股的加权指数跟台积电的股价 同步跳水 最终台股指数暴跌了超过520点 那台积电明明昨天的法收会 利多非常的多 很成功 但是今天还是守不住千元大关 川普还没有很了解台积电 半导体产业 他大概粗略知道一些 但是你可以了解 台积电不是不到美国去投资 或台积电赚了很多钱 财运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不客气回呛川普直言不懂台积电 就不该这样说 如果美国这么强的话 英特尔老早就很好了 为什么英特尔到今天不行 在技术跟制造层次 其实那有很大的差别 尽管台积电技术领先全球 但川普一句话 还是让台股惨遭血洗 台湾时间19号早上10点半 川普上台准备发表演说这课 台股击杀超过480点 同一时间台积电跌幅扩大 下跌24元 跌到981元 最终台股更是开低走低 中场产跌529点 失守两万三千点关卡 创下今年第二大跌点 短短两个交易日 跌掉900点 单周市值蒸发3.3兆 台积电不止守不住千元 股价更回测970元 对那个叫连线跟这个股价的过度 乖离 这种乖离你本来就会修正 所以科斯托兰尼为什么叫老人 乙狗 老人代表那个是连线 然后股价是代表那只小狗 那现在看起来 他应该会修正 但是因为他技术在那边很强 所以那个修正的位置会比较高 谢金河强调台股三大学王 飙涨后将陷入修正整理 但无论技术还是景气展望 依旧乐观 台股投资人看来不必过度恐慌 好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 川普只赢拜登百分之二 虽然看起来差距非常的小 但是如果你看到摇摆州的民调数字 你可能就会感觉到 拜登现在状况真的不太妙 画面上呢 您看到是美国的七大摇摆州 到底谁拿的比较多 基本上就能确定他保送白宫 在上一次2020年的美国大选 现任总统拜登 他一共拿下了其中六个 您看到有六个地方都是蓝色 都是拜登拿下来 但是川普只有拿下一个 直播到了今年局面大逆转 拜登代表的蓝色通通都消失 画面上您看到是在川普遇刺之后 七大摇摆州的最新民调 全部都是川普拿下来 而且他的领先幅度几乎都在 4%以上 代表拜登他真的想要在这样的摇摆州 翻盘来获得大选的胜利 真的是难上加难 而我们说到拜登的连任之路 可以说是开局很惨 后面只有更惨 他先是辩论失常 随后他的对手川普遇刺 身世大涨 到现在拜登的党内支持者 包含裴洛西 也纷纷劝他退选 那拜登他自己 又确诊了新冠肺炎 被迫要终止 或者是暂停部分的竞选活动 这一连串的颠簸 可能也开始动摇到 拜登他竞选的决心 美主党的内部人士透露 拜登现在开始会询问 他的副手贺锦丽 如果参选的话 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赢 那到底会不会退选呢 可能接下来的72个小时之内 拜登他自己就要做决定 直直乌乌脑袋 一秒当机 短短15秒的发言 让美国总统拜登 再度成为炮灰 美国媒体大肆报道 拜登在17号一场访问中 想要叫出自家 非议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名字 却突然记不起来 最后只能用那位黑人代替 危险发言让竞选之路 有了更多阻碍 各界呼吁换灯声浪越演越烈 美国联邦参议员 希肯鲁伯告诉路透社 拜登正在努力为美国做打算 无论决定退不退选 都会以国家为优先 最快本周末就会宣布 是否继续站下去 纽约时报报道 消息人士指出 拜登虽然还未表明 是否改变参选心意 但已经愿意聆听不同意见 甚至会针对副总统贺锦丽 要如何胜选发表提问 原本拜登打算加强竞选力道 不料却再度确诊新冠 如今需要隔离暂停公开行程 对此白宫表示 拜登仍在关心国务 但退选决定则不加以评论 虽然各界认为贺锦丽 有望接棒继续参选 但民主党临站换人 恐怕观感不佳 尤其是贺锦丽 能否在短时间内 笼络选民的心 恐怕是换灯前 更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金新闻王家政 周成为报道 好我们看到现在 拜登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甚至他认为说 贺锦丽是不是可以接棒参选呢 但是像一个临阵换将的效应 对民主党到底是好是坏 会不会有反效果 而且他的副手贺锦丽 真的可以接下这个重责大任吗 我们带你听到政大国关中心 兼任研究员汤绍成老师的分析 贺锦丽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真正我们一般所谓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以前是当检察官出身的 第一次拜登要他来当他的副手 所以说他自己的选举经验 还比较欠缺 另外他自己不是一个选举的动物 意思就是说选举你要有自己的吸金 你要有能够吸引选票的能力 可是我看他的演讲 好像也是平铺直去 并没有像川普如此的吸金 如此的能够吸引人家的注意力 我觉得这个是比川普的问题 还是要差一点 所以我想第一点 拜登要退我看是大致已经底定了 因为他是在很多地方凸臣 很多地方显老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 是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他出现 就是这个贺锦丽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看他的副手 他要找一个副手 那他要找什么样的副手 是不是能够替他加分的副手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说 如果说这个民主党 他要挽回这个颓势的话 他是不是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猛药 才有可能 从另外北京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向呢 那你说 北京到底是比较喜欢川普 还是比较喜欢拜登 因为这两个让你选 那当然他们讨厌川普的程度 可能会比较更高一点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跟共和党 又有一些可以合作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 北京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他也顺势而为 等于说就是拉抬民主党一把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 我倒觉得说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好 不过我们也非常好奇 现在川普的声势这么的旺 甚至有人说 他的胜选几率超过了七成 那这几天他不断的提到台湾 假设川普他真的当选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继续来问汤绍辰老师 他说了他要在当选的第二天 就要结束恶乌的战争 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 都是政策改变 那这里面像这个 匈牙利的这个总理 他也曾经跟川普谈过了 他甚至也得到川普的肯定 说他还不需要就职 因为你当选跟就职 中间还有两个月 他说只要他当选的第二天 他就可以 其实说是运用他跟普丁的关系 来结束俄乌的战争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会产生 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俄罗斯这边 他的这个实力 可能就会从这个乌克兰这边 重新的恢复过来 那有些人还说 他上来可能会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就要看你台湾的反应 同时要看北京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那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从台湾的角度看 美国认为说你的这个付费 你的资金已经到位了 已经佛合美国的标准 那他可能就会有相应的 这种保护台湾的行动 那如果说你还是拖拖拉拉 或者说你觉得 让他好像不满意的话 那可能就 这个问题就会 出现另外一种状况 那所以呢 这些目前 我们可以掌握到的 大概也就只有如此 好 你今天的电脑有当机吗 微软大当机居然在全球延烧 而且还影响到航空 我们稍后来看到详细的状况 今天你的微软电脑有当机吗 今天只要你是微软系统的 几乎都是全球大当机 很多人是电脑没办法开机 有的人呢 是电脑不停地开关机 而这起当机事件立刻烧到全球 甚至连美国的三大航空公司 都下达了全球的停飞令 所有飞机不准飞 包含了另外还有全球的电信公司 跟银行也都受到波及 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造成 这么大的危机呢 这时候网络的资安公司 Crowstrike就出面坦诚 是他们的防毒软体更新作业出包 才会引发这一起大灾难 十九后下午微软系统突然大当机 用户无法开机 只能看着蓝色画面苦笑 有双班族看开与蓝色画面合照 还有美酒配蓝色画面 但机场旅客可就笑不出来 美国三大航空 美国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 美国航空 当机立断 下达全球战时停飞令 机场旅客也只能苦等 微软知论波及航空业银行 和媒体机构影响数百万人 就在全球都快要开始恐慌之际 凶手找到了 NBC has confirmed that a new update should buy cyber security firm Crowdstrike has caused this outage 三公司Crossstrike出面坦诚 因为他们的防毒软体更新作业出包 牵连微软才导致这起全球大灾难 幸好微软当机事件 没引发任何飞安事故 但微软之乱所带来的损失 元凶网络安全公司 Crossstrike 这下恐怕要赔惨了 建议新闻 瑞文陈思寅报道 好 巴黎奥运倒数两个礼拜 但开幕前是完全不平静 包含巴黎的知名地标 传出有一起持刀攻击警察的事件 前犯当场遭到击毙 我们稍后来关心最新的状况 巴黎奥运进入开幕倒数 当然周遭的危安警戒全面升级 不过这时候却传出一起事件 知名地标 香榭丽舍大道 在18号发生了持刀攻击警察 这样一个案件 范贤当场遭到警方击毙 那这是恐怖攻击吗 来看这则报道 现场拉起重重封锁线 全是警察和警车 巴黎知名购物街 香榭丽舍大道 惊传有男子持刀攻击警方 事发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精品店门口 从目击着手机拍摄的影片可见 身穿白衣的男子被警察开枪制服后 倒卧在地 是一名27岁的外国籍人士 奥运开幕在即 就怕类似事件再发生 维安力求滴水不漏 塞纳河周围早已架设好比成人还高的铁栅栏 防空警戒省到最高 当地居民或游客行进奥运开幕式延案 都必须事先上网申请 并取得数位通行证 由警方一一确认身份后才能放行 巴黎正式进入奥运模式 选手村也开放入驻 澳洲南非日本美国乌拉圭和台湾队 一共一千五百名运动员成为第一批访客 近新闻王杰蔡崇玛报道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台湾的海巡署 还有日本海上保安厅 昨天在日本清夜县防走半岛的南边海域上面 进行两国第一次的联合搜救救难训练 这样一个训练凸显的是 在中国扩大海洋权力的状况之下 日本似乎想要跟周边的国家好好合作 不过这一次的联合训练也考量到中国 所以非常低调 派出警备救难艇 即刻解救受困渔船 海巡署巡护九号得排除海上各种困难 肩负远洋巡护任务 而最新的任务是到日本进行交流 巡护九号这回基于跟日方的海难搜救备忘录 执行例行性公海巡护任务 而根据日媒NHK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 巡护号以及台湾的巡护九号 十八日在日本千夜县防总半岛南边海域上 也首度实施共同搜索和救难训练 对于中国近期在海洋的 这种比较激烈性的活动 反而是把台日之间的合作 删发出一个正面的讯息 日后在海上的合作的事项 其实相当的多 其实包括救难之外 还可以打击犯罪 日本与台湾并未建交 双方以交流为目的 2017年签署搜索与救助的合作备忘录 NHK指出这一次的训练 就是双方协会交流的一环 但低调没公开 显示某种程度上也顾虑着中国 不过这不影响日本似乎有意和周边国家合作 捍卫海上安全稳定的动向 相当的回应了中国灰色地带的威胁跟冲突 让中国知道他的霸道会有反效果 反而促成了他最不想看到就是台湾跟日本美国这些民主国家 在不管是海巡或者是国防上的合作 中国加重灰色地带威胁之下 周遭国家的海巡合作只增不减 继续林蔡神佑采访报道 我哥在局中女神郭静纯 在即将的巴黎奥运上面将第四度登上五环殿堂 不过近期他的准备状况怎么样 似乎好像有受到伤势的影响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心 美国职邦大联盟的明星赛刚刚落幕 明天将点燃下半季的战火 那上半季的国联MVP的得主 一点都不让意外 就是日籍球星大谷祥评 大谷祥评虽然本季只剩下一刀流 不够打击成绩依旧是名列前茅 美国媒体Fox在19号公布球迷票选的 上半季各个奖项的得主 大谷当选了国联的MVP 一共是找出了29发的全雷打 69分的打点 还有23次的盗壘 目前他的全雷打 长打率跟得分等等的四项数据 在国联都是第一名 好 再来看到我国的举重女神郭姓纯 她今年已经30岁 即将第四度登上奥运殿堂 那身为上一届东京奥运 59公斤级的金牌卫冕者 同时还是停举的世界纪录保持人 这一次郭姓纯除了要持续自我突破之外 还要接受全新的条件 因为中国的新生代好手罗诗芳 来势汹汹 郭姓纯也跟自己说 不能急 是代表队的精神领袖 举重女神现身 斜杠当歌手 30岁又有伤 仍坚持举起梦想和希望 郭姓纯生涯将第四度参加奥运 当然还是有一些伤势嘛 然后多少还是会影响到一些训练 但我觉得最后的充斥 所以我也告诉自己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静下来 然后把自己的状态调好 把伤势养好 59公斤这个心理素质最强 还是幸存 因为他参加了很多比赛的经验 我们的后场必须有教练在纳 要拼体力又要斗志 这届59公斤级 中国选手罗斯芳也参战 他摘下去年市井赛及牙井赛金牌 更是目前世界第一 毕竟不管到哪一年 其实每一年都一定会有新秀崛起 不用想太多做好自己 然后把自己的每一步都踩好 就尽情地发挥 尽情地享受这样 对 幸存目前是排第五 但是他现在训练的状况非常 还不错 我只能说 银牌铜牌不能满足我 我们还是向最高去奋斗 虽然我们这一次比赛 看好爱图实力 再加上有高手相助 挖角菲律宾奥运金牌教练 点破训练盲点 世界纪录被追平 再超越奥运未免之路 遭到劲敌夹击 但郭姓淳稳住脚步 我想最最暖心的就是 希望你好好比赛 享受比赛 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再受伤 这样我觉得这句话 就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对金牌二连霸充满期待 郭姓淳专注训练 展现台湾举重实力 要把最好状态留在巴黎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黄胜开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